大家好我是皮特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些每个人可以的一转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市场上的新闻 然后我们就跟大家开始吧 我先请大家来我推的 大家知道推的最重要的 拿下推的这边很多新闻跟信息 第一时间一定要赶快来 这都是很好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所有的YouTube都更意见 不是财务分析不是财务顾问 大家要做好自己研究控制好风险 那另外每一个 YouTube下面要请大家留言 留言留得不住 我们陆续送出我们AlphaPass的版名单 那再一阵子我们会有一些update AlphaPass这跟大家讲 另外几个新闻跟大家讲 在美国有两个男女朋友 他们是一个couple 他们花了一个短短时间之内 save their home from Foreclose 那他们因为疫情各方面关系 那他们的户头里面都没钱 他们就是发了一个NFT 赚了12万美金 等于是救了他们一命 那这边讲说他们只塞一块钱 在他们的银行账户里面 那他们只好去发了一个1万个NFT 在1月19号 那这个故事说 结果他们赚了这么多钱 那这个是在比较早期啊 那我觉得现在的话 不是不太可能做到这样子啊 那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是蛮经历人心的 让大家知道说 哎有这样的故事发现 那再来NFT Plaza 这个IRL NFT London to support NFT art 那我们知道NFT的艺术 现在越来越 受到大家关注啊 这个关注不再是说 只是传统的艺术 这样子而已 那我们各是所谓这种数位艺术 再加上普通的这样的画廊 甚至有一些艺术品 可以再上更好的 类似交易所或者是拍卖行 那这些都是慢慢慢慢 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都有这样的艺术品的交易品 慢慢产生啊 像我们熟知的中国大陆 香港和日本 越来越多这样的平台出现 那这个NeoNexit 那Sales Operation in Community Better Slow Rock 那这边有一个项目 就是NeoNexit 那他们其实是一个Slow Rock 那他被人家发现 他们现在这个 在Solana上 那他们原本 大概有20几个人 在一个Community里面 他现在连20几个人都裁掉了 那最后他等于就是说 那这个项目他们就不做了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知道 当事态不好的时候 常常会有这种 所谓的Rock或是Slow Rock出来 大家买了T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那这边他们的Figure Design is hit the Decentralade Metaverse Fashion Week 那Decentralade这边 有一个Fashion Week 那他们的Figure 是美国一家炒牌店 大家都晓得 那他们其实在Decentralade里面 也开了一家他们这样的店 那我觉得这是一些大的品牌 进军元宇宙的同时 那他们也宣试 等于是有点点像 跟Web3的人宣试说 我们是Web2的 但是我们也很容易 那我们也很愿意 加入Web3 所以通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会干嘛 他们记忆的参与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另外 这边讲到苏士比 利物浦 利物浦的这个足球队 英超利物浦足球队 跟苏士比partner 那就将来 所有他们Football Club Become the largest English Premier League Squad 那将来这个利物浦 他们因为很多 不管是球员的NFT 或者利物浦球队NFT 他们很多NFT 最后他们就是会跟 高级的苏士比拍卖行合作 你看 他们只将 将来说 有机会 这个2277年 老的这个 苏士比 那他说 现在他们在NFT的世界里面 2021年有超过1亿美金的销售 那他们其实要更多更多不同的销售 在不同的区块 不同的行业 那运动 职业 足球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很大一块市场 那另外 在J.O.J. Crack down the Red Pool D.O.J.是什么 D.O.J.是美国的 这个法务部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法务部来抓 这个所谓Rock Pool的人 说这个要搞Rock Pool的朋友 这个里面就要注意了 你看 Operate the Rock Pool Arrest in Los Angeles 20岁 有两个20岁的小孩 一个就是 Intan Nian 一个是Android Luzana 那他们两个在 在旧金山 不是在LA 洛杉矶在洛杉矶被逮捕 就是因为他们做一个Rock Pool 那他们卖了 大概110万美金的NFT 但是他们做完NFT之后就跑了 你看 Department of Justice churched the scam behind this jewelry forest 那这个其实他们讲说一个Rock Pool 那我觉得这个新闻给大家知道说 哎 如果大家做NFT就是要认证做 不然的话就是有机会被抓 那另外也讲到一个Crypto 现在变成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金融的产品 那很 有办法流通 乌克兰这次的战争的时候 后面的金融体系 很大部分是收到Crypto的支持 你这边讲说Ryfter Russia attack Ukraine 2月24号 整个乌克兰在被俄罗斯攻击的时候之后 那整个区块链或是这个加密资产 的市场 或者今天火药了 那火药除了交易之外 那还有很大笔的资金 大家就是捐款 捐Crypto 然后给乌克兰的政府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那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政治立场 这我们不多说 但是我就是要想讲的是 当这个科技有办法用在 人家危急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科技需要的 需要的 表现的时候 另外 Big4 四大 这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都说 我们其实要赶快 加入 NFT 这是一个老的新闻 特别拿出来跟大家讲 慢慢大家现在知道 四大其实都已经在Crypto 也在Blockchain里面 另外跟大家讲几个有趣的中文新闻 这边 Engagate元宇宙教室 这边是今天的新闻 你看 Engagate元宇宙教室 讲什么 VR NFT 虚拟 那我觉得这蛮有趣的 现在越来越多 等于是这样的教室 或者这样的 KOL 他们原本不见得是讲元宇宙 或者讲NFT 他们现在慢慢慢慢跳过这块 就变成他们元宇宙的达人 以及 张慧妹 这边有一个新闻是 张慧妹全世界演唱会 4月1号 到16号在台北 小巨蛋要演唱 然后演唱完之后 他们会 每一张票都是一个绝无经典的NFT 重点是用送的不外卖 将来所以这NFT就变成 演唱会的纪念品 我觉得这个是慢慢慢慢 呃 艺人 把他们本身自己的IP跟价值 绑在NFT上 那这些东西将来是个保值 甚至可以交易嘛 那台湾的女星林心如 制作了一个 巨集叫做 华登初上大受欢迎 那是大受欢迎的电视剧 他们把他包装变成NFT 那在NFT希望有办法 做出一些买卖 那谢霆锋的香肠星人研究所 谢霆锋跟香肠星研究所 合作 将NFT头像登上纽约时代广场 那hungry sausage lab 这个我就不置评了 那我只是讲说 哎有这样子很妙的新闻跟大家分享 另外NFT将百度 百度这边做了一些推 并临动物绝种 NFT关注多样的生物 那这边有很多不同的猴子 云豹甚至老虎 那3月25号这百度APP可以抢购 你看 这镇金丝猴雪豹 东北虎三个动物原创 然后甚至 哎就有这样的一个原创 大家有兴趣可以来这边逛 那另外元宇宙 大家知道香港每年都有元宵 但元宵这次的 COVID的关系 元宵都没办法来 所以他们的虚拟的元宵 竟然吸了5万人入场 然后他们再推 这个慈善歌手演唱 那我觉得慢慢慢慢 华人的世界越来越多 所谓元宵越来越多NFT 的这样的 的event 这样的活动慢慢慢慢出现 那这种东西最后 都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大陆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多关注 类似这样的一些活动 你看这边甚至还有 Vila在这边做一些活动 就这些Mark in Hong Kong的一些活动 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市场上的一些新闻 这些新闻包括大厂牌 要进入 和元宇宙 跟一些不同的事情的发生 如果你真的要rock pool的话 有可能被 这些 被法务部抓在美国 那当然全世界各地方的 这个执法机构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这里还是要放亮眼睛 那不要乱搞啊 那我觉得我市民大概 你下次关注推特交互disco 还有YouTube 按p的投好不好 订阅订阅订阅 那把这个赞点 点赞点 点赞点赞点赞 Cheers 谢谢大家拜拜